今天的第二場比賽 Lanew對上Media這場比賽 如果你沒有到現場去看 真的是虧大囉 對 為什麼虧大 因為除了中華職棒 LALA隊之外呢 另外還有SBL兩支球隊 火辣性感的LALA隊 也到了現場 你快來看看 這幾張面孔 SBL籃球迷肯定很熟悉 對於棒球迷來說 卻是一支嶄新的組合 米迪亞棒龍隊這個星期的主場賽事 推出性感火辣的LALA隊 特別是球團還把原本在籃球場上 對立的兩組人馬都在一塊兒 這種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覺 每一個成員都覺得好特別 對呀 因為可以互相接搓切搓 對呀 那各隊有不同的特色 然後其實他們也可以 學習我們的優點 我們也可以學習他們的優點 可以互相效仿一下 所以他們這次是主打美式風格嘛 那我們這次就是LALA隊 也會以美式風格作為我們的主體 然後朝這個風格去做編排這樣子 只是這支動感十足的隊伍 下個星期一到底是投入SBL 有季後賽分別為台皮和米迪亞籃球隊鼓舞 還是來到棒球場為暴龍隊喝彩 現在去擋棋 還搞不定 我愛體育新聞林貝里會特別報導 好啦 啦啦隊出現在球場很揚眼啊 不過接下來就要關心這場比賽了 LALA熊隊跟米迪亞是本季的第四度交手 昨天LALA熊是以一分顯勝 今天戰況如何 一起來關心 好 我們來關心三局下 我們看到的是米迪亞暴龍的進攻啊 然後打擊的是第二棒的郭明仁 郭明仁呢在這邊是敲出了中立方角的飛球 遭到截殺 那其實今年啊 郭明仁打的並不理想啦 在賽前的打擊率只有一成六七 還要在家家有楊宗偉 好 我們現在輪到打擊的是第三棒的王傳家 王傳家在這邊呢則是維持得非常的好 今年呢 這個老將啊 超過三十五歲這個老將啊 其中剛剛就有提到他啦 在今年目前的打擊率呢是超過三成 這邊敲出了中間方向的傳人安打 之後呢 第四棒的阿拜謝嘉賢 看到學長都這麼拚命啊 當然也要敲出安打 而且王傳家還一口氣衝上了三壘 哦 在三局下呢 其實米迪亞暴龍呢就有攻勢展開了 前面兩局雙方都沒有得分 而熊隊的強森在這邊是碰到了一些亂流了 好 提到的強森啊 這個Mike Johnson啊 這個球迷對他應該不是很陌生啊 其實他在2004年的雅典奧運 是加拿大國家代表隊 也是中加之戰的先發投手 那麼在2007年的世界盃 也是加拿大國家代表隊的 本季是第三次先發 目前的防禦率是9.90 收下了一勝零敗 沒錯 目前是一勝零敗 帳面上看起來不錯啊 但是其實在今年第一次先發那場比賽 頭部滿五局啊 防禦率是非常的高 好 那在今天這場比賽呢 其實既上場比賽表現比較穩定之後呢 今天的投手局數也比較長了 我們看到三局下呢 在這邊是遇到了一些亂流了 是先輩 哦 米迪亞這邊是敲出了 陳元甲敲出了一隻 青磊的二壘安打 一口氣打下了三分 所以強森呢 雖然在上場比賽是拿下滲頭啊 可是在今天的前半段看起來 好像是依著文西存在 我的隊友很挺他啦 在五局上呢 拉尼熊隊呢是展開攻勢了 今天 米迪亞暴龍派出的先發投手呢 是陳建甫 陳建甫在前面四局表現非常的理想 沒有丟掉任何的分數 但是到了五局上 這邊是遇到亂流了 第六棒的蔣志聰敲出了安打之後呢 第七棒的潘忠偉 在這邊又敲出了 這個內野的滾地球 雖然遭到刺殺呢 但是有推進的效果 那接下來陳鋒敏打擊的時候啊 哎呦 捕手 三年級生 黃浩然竟然發生這個補役啊 那也使得在三壘上的蔣志聰 是輕輕鬆鬆跑回來 熊隊呢是靠著對方的補役 而先開張的 目前雙門還差兩分 那陳鋒敏後來呢 是選到了一個四外球寶宋 接下來還是有攻勢哦 輪到打擊的是 在前一次的打樹 是敲出安打的蔣豪聚 就在那邊又敲出了左外野 放向了飛球相當的深遠 落地直接打到了全壘打牆 這是一支二壘安打 那這支二壘安打呢 是把陳鋒敏送到了三壘 蔣豪聚近況到底有多好 最近三場比賽 都起碼有兩支的安打 而最近十一個打樹呢 有七支的安打 非常的恐怖啊 接下來輪到打擊的是 開路先鋒黃龍翼 在那邊呢 兩好球沒有壞球的情況之下 三個球 歸一棒落空就被解決囉 兩人出局 還是二三壘上有好者 輪到打擊的是第二棒的余靜德 現在藍女球隊呢 還是有機會把這個落後差距給縮小的 不過余靜德這邊 可惜中間方向的飛球 最後是進了中外野手的手套 遭到了接殺 前面六局打完呢 比數是3比1 米迪亞暴龍領先 但是七局上 恐怖的一局 這一局呢 真的是這場比賽 決定勝負的關鍵啦 七局上呢 藍女球隊決定要狂攻啦 第七棒的潘忠偉呢 先敲出了中右外野方向的皮肥安打 接下來第八棒的陳鋒鳴 又是一個外野方向的安打 連續了兩次安打 在一個人出去之後呢 現在是攻占了一三壘的壘包 那這個時候呢 米迪亞暴龍決定更換他們第二任的投手 換上陳嘉宏 陳建福戰鬥比賽呢 投了六由三分之一局 丟了三分呢 裡面有兩分是四次的分 本來打擊的是第九棒的曾豪君 那曾豪君呢 今天很厲害哦 前面兩次打擊都是安打 而且第三次呢 凹到一個寶送 上到壘包上 雷率是百分百啊 再換投手 換上的是第三任 潘忠孝 陳嘉宏一個人都還沒解決 就下去休息 只抽出了一個寶送 但是潘忠孝 在面對黃龍毅呢 是打成了一個三游之間的 穿越安打 這次安打 要送回兩位隊友囉 氣質上有多恐怖 觀眾繼續看下去就知道 這次安打呢 是幫助喇女熊隊追成了平手 比數變成三比三 而熊隊決定在更換代打 換上的是黃小偉 在那邊擊到的是 忠祐愛也放下了飛球 落地又是一支安打 原本在這個二壘上的曾豪君呢 是要繞過三壘 跑回了本壘 黃小偉帶打見攻 這支安打呢 帶有一分的打點 而敲出安打之後呢 熊隊決定換上代跑 蔡劍偉上來 那米蒂亞暴龍這邊 再換投手啊 已經換到第四任投手 江柏青 江柏青去年呢 誒 是在拉努熊隊 所以是對上老冬家 但是碰到大師兄啊 哦 要尊敬他 結果投出了一個四壞球保送 所以現在變成了一個蠻美的局面 而且才一個人出局 這一局呢 拉努熊隊決定啊 要狂攻 等到打擊的 是第四棒的跌取 霸漢 就霸漢在那邊的表現不理想 兩好兩外的情況之下 站著不動看著球井 那好球大誒 遭到了三陣 這對這個暴龍隊來講 是一個好消息啦 終於抓到了第二個出局數 但是 滿磊的情況之下 我們看到江柏青 在這邊面對石志偉 又是客氣囉 投出一個四壞球保送 幾回 拉努熊隊的第五分 而且是繼續攻佔滿磊 那我們看到沒有看錯 昨天先發完的這個林靜民啊 現在又上來投球啦 這是 暴龍隊第五任的投手 結果面對第六棒的蔣志聰呢 又被敲出安打啦 滿磊的情況被敲出安打 這次安打帶有兩分的打點 蔣志聰呢 這場比賽四個打輸裡面 有兩支安打 另外有兩分的打點 就是這支安打打下來的 也幫助球隊呢 現在是取得七比三 四分的領先 這家人要打擊呢 是第七棒的潘忠偉 已經是這局第二次上來了 結果在那邊又傳出去啦 這局上來打兩次 兩次都是安打啊 這家安打呢 又帶一分打點 今天 拉拔 潘忠偉 猛打賞啊 五個打輸裡面有三支的安打 好拉拔不只今天猛打賞 其實他昨天也敲出了一支拳雷打 可以看得出他 近況真的是好到不行啊 沒錯 講到猛打賞呢 不只是這個拉拔潘忠偉啊 Easy黃龍翼今天也是猛打賞啊 左岸方向的飛球形成了一支二類安打 今天Easy呢 五個打輸裡面有三支的安打 跟這個拉拔一樣 同樣都是猛打賞 那七局上來帶跑的蔡劍尾 在八局上 這場比賽唯一一次打擊的機會啊 就把握住啦 在那邊敲出了一支 中央萬野方向的兩分打點 拳雷打 這是他本季的第一支的拳雷打 這支拳雷打呢 也幫助藍綠雄隊的得分 來到兩位數啦 十米三取得七分的領先 那當然九局下呢 最後我們來看是暴龍的進攻啦 也是最後的反攻機會 藍綠雄隊這時候換上的頭手呢 是許之昌 那許之昌面對第九棒的鄧時陽呢 是被敲出了這個右岸野方向的強勁穿越安打 一個人出去之後 接下來要面對第二棒的是換上代打黃士豪 結果黃士豪在那邊代打野劍攻 敲出了三游之間的穿越安打 藍綠雄隊呢 今年的攻勢非常的恐怖 在七局上呢 一口氣就攻下了七分 但是龍隊啊 其實今天表現也不錯啦 已經攻下了三分 而且九局上 剛剛傳家寶刀 剛剛有提過啦 這個老將非常有價值啊 將是老的啦 在那邊敲出了 中野外方向三分打野全力打 雖然冠軍三分 但是還有五分的差距 那最後呢 報了也沒有辦法攻下分數 最後的比數就是十一比六 最後藍綠雄隊拿下的勝利 勝利投手是強森 而敗戰投手呢是陳嘉宏 至於全力打有兩位球員 蔡建偉還有王全佳 而單場的NVP 頒給了黃龍一 至於明天中華職棒 同樣有兩場比賽 先來看到的是 統一是要對上兄弟向的比賽 這場比賽呢 注意了是在台東棒球場來開打了 下午的1點05分 將會在韋來體育台 為您送上全程轉播的服務 另外一場比賽來看到是 新龍牛對上中信金的比賽 新龍這邊派出了先發投手 是日級投手進場有和 至於中信金是派出了 尼福德來擔任先發 這場比賽呢 會在下午的5點鐘 在韋來日樂台 為您送上全程轉播